我不能提醒 你得靠自己 我还有你提醒 来 你这个 走红的回忆 韩宝宜 恭喜答对 长生贴探案2还用了这个 做差点 小龙虾 我尝一下 好吃吗 杨迪 抱着 我们接下来这道完了以后 就是最后一道菜 一个最硬的菜 大米饭 接下来最后一道菜 由我们的厨师长老板来亲自介绍 这是杨朔的特别菜 叫做杨朔十八酿 十八酿 它是用十八道食材 来作为菜的酿壳 然后加了鸡蛋 豆腐 还有肉 作为馅料制作而成的 这个田龙酿 据说田龙皇帝当地特别喜欢这个菜 他们这边最流行就是酿菜了 对 什么都可以酿 你们看一下范晨晨 给晨晨拿两纸 小龙虾崩的 你们看一看 拿两纸 我看一看 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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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杨迪 你跟杨迪 范晨迪 我们没派范晨迅 派我 周深 我们这个就固定时间三分钟放着歌 你们猜对的数量多的 哪比谁猜的多 对 太难了吧 雷斯斯拉的先生们 他们本来是一队双胞胎 没有 现在两位兄弟战胜了内谈 又一群 不知道 祝福大家 天哪 比谁猜的多 阿迪 如果你这把赢了 我就在微博上澄清 你跟吴童 然后就是你造的 你早刚给我澄清了 我澄清 我造谣好不好 如果你要输了 你就在微博上承认 假的你要承认 好不好 承认吗 那我以前 我一直都在通题 因为这么说 他通题 准备 得举手回答啊 我有点紧张 开始 加油 他听前奏厉害啊 这不是来了吗 这已经出登场了啦 黄董 阿菲 答对 你敢 我必须要听到词 我必须 咱们 咱们下次从词而放 来 下次